近日,内蒙古呼和浩特 张先生报警求助,称自己的老母亲在家中去世 因无钱安葬母亲而陷入困境 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了解到报警人张先生年仅20岁 今年年初同老母亲从外地来到台阁墓镇三间房村赞助 母子二人靠打林工维持生计 当晚,老母亲身体不适,刻然尝试 更不幸的是家庭存款仅有一千余元 就连火化,后续的丧葬费也成了大难题 至暗时刻,张先生选择报警求助 民警了解到张先生特殊情况后 积极联系相关部门,却被告知 其因属地原因不符合救助条件 民府警被张先生捐款 村委会也表示,出于人道主义 愿意出一部分钱款,帮助其安葬母亲 谢谢你们的救助 有了这笔钱我妈妈就能顺利安葬了 谢谢你们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伸出援手 让我看到了希望